黑洞引力巨大,任何物体在它的节节内都无法逃脱,只有部分辐射溢出,那么吸引进去的物体去了哪里呢? 最近有新闻报道,有恒星逃脱了黑洞引力,这可能不是逃脱,而是从其他空间吸引来的恒星由于加持了某种状态从这个空间抛出,那么黑洞有没有可能是空节之门呢? 根据现有理论预测,黑洞可以吸收任何物质,甚至连光都逃不出去,从理论上说,任何物体没有光之不土的,有今有出才是正理,黑洞只见不出,照科学家的预测,里面极度压缩,它违反了这世界的基本原理,是根本不可能的,唯一的解释是物体到了另一个空间,也就是通向另一个宇宙大门, 有多少黑洞另一面就有多少宇宙,黑洞是这个宇宙的烟道,打个比方,一群蚂蚁一直在一个巨大的地洞里生活,它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,认为地洞就是它们的宇宙,这个巨大的地洞有许多通气口,通到地面,蚂蚁见到不管什么东西,在洞口里边都会吸进去,甚至地洞里一点光都会从底洞口出去,外面是黑天,这群蚂蚁, 有一些科学家,研究后得出结论,这些洞叫黑洞,任何物质进去都会撕裂压缩,密度无穷大,因为它们实在想不出洞外的世界,黑洞经常辐射,好比洞里的蚂蚁看到洞口经常向里射太阳光,白天有光,今天晚上没有,洞口还有棵树,风一窑树叶子就遮住洞口的光, 蚂蚁科学家们经过多少年研究得出补充结论,黑洞不定时经常辐射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